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少人对爸爸的怨至今还预解在心中 有多少人为了孩子打拼得到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怎样才能当好爸爸 这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十二期节目 十二位嘉宾 上百位普通人 我们一起向生活求解 来解这道生活的必答题 他娶了一位台湾妻子 组成中西合璧的家庭 因为弹钢琴 我们会挑战 你的方法有用吗 我女儿就说她不要再学 然后妈妈说 好 你不要学 你就不要学 其实我也不开心 他为女儿写了一本书 一生陪你做公主 每个爸爸的女儿就是公主 公主是看你怎么养小孩 东西文化差异给他这个想当好爸爸的外国人 带来怎样的冲突与壮击 夏克力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长大 她的女儿夏天是中家混血儿 出生在台湾 2013年夏克力和女儿一起参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一时间夏天这个被粉丝们誉为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还连带着让她的爸爸夏克力火遍中国 夏克力也成了中国观众心目当中的完美好爸爸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跟这个中西合璧家庭当中的爸爸探讨一下 了解他们不一样的妇女关系 看看好爸爸是如何练成的 而我们的谈话却是从各自的育儿经聊起的 你会跟小孩子运动吗 我女儿会爬树 真的 那边很好看的湖嘛 他就记得顾虑地就下去游 虽然我自己不是这样长大的 没有这种能力 但我还会鼓励他这样做 很好 我不像那么爱动的人 可是你很好 因为这样子很多人会 不要不要 你可能会跌下去 就是让他们先爬上去 他爬树的时候我就不看 最好你不要看 要不然就害怕死了 不看 夏天就是我们去 八百科那边的房子 他其实一整天没有穿鞋 然后他小时候尿布 然后别的东西都不穿 一整天都穿尿布 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东方的爸爸 西方的爸爸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东方的爸爸 比较像我们之前传统的 西方的爸爸 比较严格 有距离感 那沟通没有那么多 就是也是到现在 也是一种传统 不说我爱你 不说任何心里面的话 不表达情感 对 可是最近这几个年代 我们西方的是改变的 比如说我爸爸的年代 开始我觉得在西方 你可以哭在你儿子前面 你可以跟儿子说你爱他 女儿也可以 你们出了一本书叫做 一生陪你做公主 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 就一生一个承诺 陪你真的要陪怎么陪 还有就是做公主 我先想问就是说 在你心目中 这个公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每个爸爸的女儿就是公主 公主是看你怎么养小孩 比如说有的公主就是 要吃贵的 然后衣服是贵的 漂亮的 都要服务她了 所以我们跟女儿说 其实人家公主的工作是什么吗 她说我不知道 我说公主要去很多地方 找那些没有饭吃的小朋友 带书给他们吃 公主也会去帮忙 去的地方是没有老师教 他们会去教那些老师 或是教老师带他们过去那边了 公主是好的 这个公主 认识那种公主 说你要什么 我们就给你 我要这个 好 我给你 我要这个 那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不让她像那种公主一样 娇气 挑剔 有哪些具体的生活上的要求吗 要严格一点 就是父母很严格 不能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发脾气就会发战 可能以前我们有一点误解 我们会觉得 东方的家庭对小孩比较严格 西方的家庭会比较宽松 更尊重孩子 以孩子的这个主张为主张 但你现在给了我一个最关键词 确实严格 这是我挺意外的 因为前面严格 可是沟通好 你要清楚 做错我会被骂 OK 我做错被骂 做错被骂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被骂 所以不小心就一直做错 就一直被骂 被骂构次 太严格太多次 就习惯了 就不怕了 然后我们严格之外 我们跟他沟通 沟通很多 所以他沟通了解 为什么 可是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到底讲了孩子就懂了 就不再错了 譬如说很多人可能看到 我们在爸爸去那儿的时候 那个村长有跟他说 这里有个皮囊蛋糕 或是冰淇淋 我忘记 他说不能吃 我去忙一个时期 他不在的时候 他们小朋友也可以了解 他们受不了 都看起来很好吃 就开始偷吃 回来村长跟他说 你是不是有吃 没有 谁吃的 后来讲说我们有吃 村长就原谅他们 他们觉得OK 一拍完 到外面去 就会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有吃 对 他是不是跟你说不要吃 你是骗他 说你不会吃 我来吃 有 这个你觉得 应该要发展吗 不想 可是应该发展吧 好 我们去发展 到外面去 有朋友在 很多人说 对啊 没有面子 很没面子 你怎么会这样子做 你是小孩啊 你没有面子 你就 你怕没有面子 你就不要做错 对不对 他有清楚跟他讲 我跟他讲的话 因为我有跟他沟通 他全部理解了 对 他了解进去 他可以跟别人说 我现在发展 是因为我刚刚做错 爸爸觉得 我还是要发展 因为做错 这样子他之后 不用再 他不会再做 一生陪你 父亲给女儿 这样的承诺 并不难 难在能否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陪 是一边看着手机 一边陪 还是每天回家 亲一口地陪 还是等我忙完 这一段再陪 有很多父亲说 我一开始找不到 当爸爸的感觉 没有那种 想要天天陪孩子的愿望 等孩子长大点了 能互动了 感觉就好多了 是 很多时候 我们是等着 某些爱的感觉出现 我们才付诸行动 然而夏克力不是 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像一个做妈妈的人一样 去看了各种育儿的书 了解母乳的作用 给孩子换尿布 洗澡 这些妈妈承担的工作 你都拿来做了 所以已经在学 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最伤客的东西 就是帮女儿洗澡 因为她这么小 然后一个手就可以拿她的头 然后这样子 然后她在睡眠 玩得很开心 大多数男人会觉得 这个事情和男人没有关系 是女人的工作 女人可以有小孩子在肚子里 她们能有那个 跟小孩子练 练结 练结 就是因为她们真的是练结的 对 可是我发现 小孩子这么小 然后帮她洗澡 帮她擦乳液 帮她穿鸟布的 做这些我就觉得 我也练在一起的 在照顾她的时候 就找到了 妇女之间那种 深深的连接感 我觉得譬如说 围她奶 她会看我的眼镜 她在围奶的时候 看我眼镜 我就感觉到 她知道我是她的爸爸 我是 不是因为我现在 做这个 我感觉我是她的爸爸 我是因为她 给你回应给你了 她说 这个人是一直为我 这个人一直给我洗澡 这个人是我爸爸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有人会让别人来做这个 对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个时光很短暂 马上就过了 对 然后真的会让你 就跟小孩子变得很近 就是觉得 这个是我的小孩 你讲的当她是婴儿的时候 陪她是照顾她 洗澡等等 现在越来越大了 这个陪的方式和质量 又是不一样的 怎么去陪呢 非常不一样 就是说洗脚她吃 她就不想学洗脚她吃 她怕会跌倒什么什么 我就是要用 比较凶一点的方式 跟她说 不行 你一定要学 我们要去学洗脚她吃 她说我不要了 我怕会跌倒什么 我就给她带 那个膝盖的东西 这个 有一次带狗 所以我有我的脚踏车 她要她的脚踏车 我这边有狗 然后我们在骑 后来狗看到另外一狗 啪 然后就被拉上去了 我就把那个刹车 拉一下 可是这个这没办法拉 这个有拉 我的脚踏车完全翻 哭 我在波子上翻过来 天啊 然后走两个月的附件 回来波子 代价太大了 可是她现在 可以去教她吃 然后喜欢 对 对 我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是她去学校 老师要他们写一个东西 然后老师有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过来看 她写一个故事说 我爸爸 我爸爸是一个疯子 疯子 疯子 就是说我是一个萧草 会让他笑 让他开心 我爸爸是一个头发施级师 他会帮我做人气八糟的头发 他会帮我做狮子头 就是狮子的头发 他里面写的都是好的 都是开心的 记得那年十岁 弥漫着童年滋味 父亲把银币藏拿着手里 我每次都猜不对 等我到二十岁 一个人的生殖宴会 用蛋糕上微弱的烛光 试图点亮前落雾的黑 夏克力这个来自西方的爸爸 让女儿当众去罚站 看到这一幕 很多人都觉得蛮意外的 我也是这么想 大概我们传统观念会认为 西方家庭对孩子更随意 更宽松 更尊重 更平等吧 当然我想夏克力这么做 它是有底气的 这个底气来自于平常 那么细腻的陪伴 那么畅通的爱的表达 那么好的沟通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边 我们常说子不叫父之过 叫是没有问题 但这个执行规则 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就像刚才说夏克力一样 你得是有底气的 这个底气来自于对孩子的爱 并且还要让他知道 跟我女儿就是说 等你十八岁 你一切都是自己做主 妈妈那个时候就自己去玩了 拜拜 我没有跟她承诺一生都陪她 你想说拜拜吗 表面上吗 你还没有到 你应该快到 有一个时间 你会开始感觉到 我已经到了 我拿过了 他已经在 他已经 他已经 爹地 跟爹地 我们会做什么 玩什么玩什么的 会不会有朋友 他的朋友 会不会有别的小孩 我说 没有 就跟爹地就好了 要 他想要跟别的小孩子玩 可是之后会变得更糟 可能之后就变得 男朋友 说都这么难说出口 这下 会喝水 真的吗 对啊 就变得 我要不去看电影 我不要 我要跟我男朋友 去看电影 那天是你的末日来了 是吗 所有的爸爸都有这种 对那一天的那种 很恐惧的感觉 我记得我在书上看到说 爸爸是女儿的陪伴 到他交到他的老公 爸爸就送女儿 到老公的手上 这是不能接受 一个想象啊 一直到他那时候 我的工作是陪他了 今年高考临近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位 高三班主任的版书 阅读量267万 因为这位老师写的话 深情而决绝 他说 你的一生 我只送一程 不忍离别 但车已到站 你远走高飞 我远路返回 再见 这句话 我觉得同样适用于父母 夏克利 做了一生陪伴女儿的承诺 但他也做着女儿 注定渐行渐远的准备 你知道有一个说法 就是父母的责任之一 就是允许孩子去试错 我们总想保护他们 跟他说 前面有水沟啊 掉下去你会淹死 但如果他没有尝过 呛水的滋味的话 他永远想去掉下去试试 现在每天 我们都是让他们自己试 然后他们错 是从错在学东西 可是在坏男人方面的 我可能要偷偷地去打人家 如果我发现 他真的对他很不好的 怎么判断这个男人 是不是好的 该可以成为男朋友 哪些标准是必须要有的 小女生到大女人 他们都在看爸爸当模特 就是当他们的未来的老公 或是男朋友的一个模特 就叫学爸爸 所以爸爸追女儿的方式很重要 爸爸追老婆的方式也很重要 如果爸爸是很疼女儿 爱妈妈 所以他会知道 有这种人 我可以有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我们总说 我们怎么样教小孩 其实小孩的这双眼睛看着我们 他们就在教我们 让我们做更好的人 他应该选择的好的男人 标准有哪些 你怎么帮他建立这种标准 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跟我讨论 让他一辈子 可以很放心地 跟代理去讨论 对 爸爸这个男人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控制这条听 就是一直沟通 我们常爱说 女儿是父亲前世的小情人 夏克力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 我也在想 如果这个爸爸没有做到那么好 女儿干嘛要把你当成情人的样子 还有一个说法是 女儿会照着爸爸的样子 去找男朋友 或者说未来的生活另一半 那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个酗酒的爸爸 一个打他妈妈的爸爸 一个对女儿不闻不问的爸爸 他又如何知道幸福的样子呢 夏克力和我讨论的有些话题 对于有些爸爸妈妈来讲 可能一辈子都不打算跟孩子聊 比如关于性 比如关于生死 夏克力的用心 除了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之外 还有不留遗憾 参加节目 给了夏克力很多意外的发现 有关妇女相处的模式 家庭教育模式的讨论 让她的思考也更加丰富 更加多元 怎么在讨论具体的细节的 关于性的问题吗 跟八岁的女孩 这个适合爸爸讲 还是适合妈妈讲 我觉得到时是妈妈讲 爸爸也跟他讨论也好 因为这样子他会不会觉得说 他会更方便 男人也可以讨论这些 我真的会用书 就是有卡通的书 然后就是什么过程 用卡通的方式来 包括那些部位的名词 部位都有 动作 方式 其实现在已经有这种书 有 因为我小时候也看过了 明白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 所以我有想说 我自己要不要 画一个这样子的书 然后这样子可以给他 很好的主意 当然会不舒服 跟他讲这些了 我想还有一个话题 你肯定也不会回避 就像我们这样的父母 都会跟孩子讲 比如说就关于死亡的话题 你们第一次碰到这个话题 是在什么情境下 那我跟他说 星星看到了吗 它们很远 它们都是扫太阳 我们英文叫做 Heavens 就是天堂的意思 有人相信 死掉之后 就会去那个天堂 我跟我女儿讲的死亡 特别的客观 就是死了 埋在地下 你会变成一个骨头架子 然后我女儿会说 妈妈我就会把你的骷髅头 装在一个非常漂亮的 水晶盒子里 放在我的墙上 我说那你不觉得怕吗 他说妈妈 那是你的骷髅头呀 可是你要问他说 如果我一辈子 都在你墙壁上 我会不会无聊 对对对 说需要把这个事情 玩笑的来解决一下 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他们有办法 就是想说 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或是有人相信你死了之后 你可能回来是蝴蝶 或是你回来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是不是通常来讲 没有什么是 不能跟孩子讲的话题 关键看你怎么跟他讲 不要涉及太多的禁忌 对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讨论 这样最好的 这样子他们有办法 跟你讨论什么都有 对 他也觉得你把他 当成一个大人一样 在尊重平等地去对话 对 大人跟孩子之间的话题 可以很轻松 也可以很沉重 有一次 我给女儿买了两只小鸭子 回家养 有一只刚到家 就已经死掉了 女儿又担心 又害怕 又难过 我就跟她说 我说 这只小鸭子死在我们家里 比它死在菜市场要好 因为死在菜市场 它只能会被扔到垃圾堆里 而妈妈可以给它 做一个很好的安排 我会到小区 找一棵漂亮的树 在树下拔一个坑 把小鸭子放进去 慢慢地 它的身体就会变成树的营养 就会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陪着我们 当我把这个故事 讲给我的同事的时候 他们觉得 这样跟小孩讲死亡 也蛮有意思的 就像夏克力 她跟女儿之间 我想这个话题 是百无禁忌的 什么都可以说 关键看 怎么说 说起对自己父亲 最早的记忆 夏克力可以回忆到 两三岁的时候 父亲是怎么陪他玩 怎么带他探险的 但同时他也记得 当他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 父亲的一些建议 比如最早他说 想做律师 父亲说 做律师总是告来告去的 做这个职业 你不会开心的 选择职业 不能以赚钱 为主要的标准 喜欢 开心 最重要 最终 夏克力果然 在职业选择的时候 秉承了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看有意思 我们总是说 希望父亲多多地陪孩子 但是当孩子长大之后 回忆起过往 相对于那些日常的陪伴 他们更会记得 在人生重大的选择当中 父亲给出的建议和引领 咱们现在分析来看 是不是你也参与夏天生活 特别多的一种 从原来家庭带来的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应该是吧 我爸都会工作之后回家 就拔掉领带 假课拿掉 然后可能去换一个衣服 花一点时间陪我 我也知道 我现在也更知道 他应该那时候很累 工作一整天 然后回家 要跟我玩 夏天小时候 我也去拍完东西回家 累死了 然后他在那边 爹地你回家了 来来来 我们要上课 然后心里在想 什么时候结束 可是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 我爸都是会陪我家 我那时候感觉到 我爸那时候多么辛苦 我爸要做 我就是要做 我现在也很开心 我有做 因为我有一个记忆 跟他玩这些 对 你和你自己父亲之间 你记忆当中 最棒的瞬间 是什么样的事情 很多 我爸陪我很多 像我们采访很多人会说 很少 我几乎想不起来 真的很多 我们其实每个夏天 我会放假两个礼拜 带我们去海边 我们租一个房子在海边 他会跟我一起做这种 超级大的沙餐 就是沙餐城堡 然后这边有个大门 那边有个大门 然后我弟弟比较小 他可以真的走进去那个门 然后走进去 我们做很大的城堡 然后坐一整天 到那个海进来 就不见了 然后第二天 又去去做 丢球啊 玩啊 我爸也喜欢做菜 很会做菜 所以他也 我们跟他一起做菜 你们父子之间有较量吗 比较谁更强 或者谁更有发言权 谁更对 有 我们 就是我一辈子都在去看 英我爸爸 如果是打网球啊 或是 球类的 或是跑步啊 或是滑雪 平常在比赛 跟他比赛 然后我小时候 就是要赢他了 可是我发现 我越来越大 就不想赢他了 因为我赢了他 我觉得 这个意思是 他已经老了 所以现在不要比了 对 我们就玩扑克牌之类的 最早对出生顺序进行研究的 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 他发现 相对于投生子和陌生子来说 次生子往往更容易获得幸福 首先 他们没有被父母过多地溺爱 其次 他们有超越兄弟姐妹的那种 追求优秀的欲望 但同时他也分析说 次子常常有那种 被父母忽视的感受 那么夏克力正好是家中的老二 上有姐姐 下有弟弟 对于这段记忆 夏克力又是如何说的呢 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一个小孩 在我们西方的家人 比如说你是中间的小孩 最糟 因为大小孩什么都可以做 小小孩也是什么都可以做 因为他是宝贝 他一辈子 他十八岁还是宝贝 我是中间的 然后我要去出草 我们家很大 外面要出草 下雪 我们有时候一天起来 就这么多雪在外面 要去超雪 都是我在做 至今你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特殊对你 我还是到现在 不是很明白 很多东西 你心里还会有这个心结吗 因为多子女的家庭 被不公平对待 似乎会造成挺大伤害的 对 到现在还在 可是就放在旁边 我们现在都好 我们就不要讨论这些了 我小时候我感觉到 他们可能觉得 我身边的朋友不好 所以他们怕我会学坏 因为没有沟通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这方面的 我一定会跟我小孩子 好好沟通 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往往我们就是 把他留在这儿了 没有办法去 主动地想去解开他 恐怕很难 我之前有试试看 跟他们讨论过 可是他们就会这样 这个没有发现 没有这个事 我就会觉得 就是不想讨论 OK 不是每个东西都很完美的 大概所有人的成长经历 都会是这样吧 从家庭中得到的温暖 伤害都是共同存在的 对 可是有的人会抱着这个伤害 放不下 他们这样做 其实是不公平 可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做 我学到另外一个东西 我赚到 我也是谢谢他们 是我那么糟纳的时候 也还好 没有到大我 然后什么什么 你不讲的话 一点都看不出来 有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 我们在讨论 我这么让我自己 变成一个好爸爸 这些跟他们的问题 我已经学了 我也不会让我自己 有这些问题 跟我的小孩 我会避免 聊到女儿夏天未知的未来 夏克里有很多的不确定 不过有一点她很确定 那就是陪伴 一直陪伴 陪伴夏天慢慢长大 为了夏天 她甚至想到了换工作 这个决定是陪伴的承诺 一个男人 对女儿承诺说 我要陪你一起长大 既然有承诺 就会有相应的改变 这很珍贵 就像老话说的 一诺千金 这种文化的冲突 大不大 蛮大的 也会到会吵架 对 像什么样的事情 属于比较深的一种矛盾 我觉得小孩子 要有玩的空间 他们有玩的时间 所以夏天也上很多课 对吗 课后有很多 太多 她每天都有 还有加一个钢琴课 我问我老婆都会 因为弹钢琴我们会吵架 你的方法有用吗 你有什么方法 不是 我后来我问女儿 就说她不要再学 对 然后妈妈说 好 你不要学 你就不要学 其实我也不开心 因为我要她学 因为我觉得弹钢琴 会让人家就是 有一种妻子 也是 它是综合的一个训练 包括在枯燥的训练当中 找到成就感等等 很丰富的这个训练 对 没错 所以我要她学 可是妈妈用的方式让她讨厌良心 对 因为妈妈很会弹钢琴 妈妈是一个歌手 然后很会弹钢琴的人 所以就是 可是乔这样子 后来她跟她说 好 你不用弹 你不用弹 我不在的时候 我在拍东西的时候 她有跟她讲说 靠 你不用弹 爸爸 我现在不用弹钢琴 我说你怎么会跟她说 不用弹 你就让她 比较轻松地去弹 你不用推那么多 可是我老婆就是有规定的 就是你要弹钢琴 你要弹得好 所以她就每天都在学东西 她有时候晚上就 哭了 觉得太多了 我觉得小孩子要有玩的时间 画画的时间 让她可以不要想事情的时间 因为小孩子 没有在想事情的时候 他们再会想很抽象的东西 有创造力才出来 对 创造 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都在背东西 在学东西 觉得太严重 小孩子压力会太大了 小孩子之后会有问题的 就当我面对帮孩子做决定 特别困扰的时候 你可能选了A或B 两个答案完全不同 但她能走成什么样 还是和她自己的命运 她的掌控 她的能力 她的天赋 是相关联的 对 可是有一些 比如说比较大的选择 比如说 我要不要带她回去加拿大 我要不要给她在加拿大去学校 我要不要去放弃我的演艺圈的工作 为了带另外几个中国的小孩 跟我一起去 让他们跟她一起住 让她跟她一起去学校 我要放弃我自己的工作 为了变一个住在家里的爸爸 陪她比较多 这次都是大想法 大改变 然后要做完 但是也有观点说 你再陪她 如果你自己没有事业 或者说没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成功 在孩子面前的发言权会越来越弱 我还是可以做别的 我可以在家里 我可以写书 我可以写剧本 我觉得有别的事情我可以做 因为小时候充分地玩过 所以在任何情境下 都可以找到自己发挥专长的方式 对 她们去学校 我在家里写剧本 我也觉得很好 中国以前 很多小朋友有等过小孩 对 可是他们都搬到城市里面 都学东西 学东西 学东西 完了 我们还是可以让这些小孩子 当个小孩 为什么让小孩去 当小孩这么重要 你小孩的时候是 哇 你的创意太棒了 你可以想到好多东西 第一次我女儿会说我怕疯子 大脑香刀 人气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有当小孩的时间 我也喜欢我女儿有这个时间 我也喜欢每一个小孩 都有这个机会 这个时间 在跟夏克力整个的这个聊天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的生活 而且为此 她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开 让她名利双收的台湾 是不是要自己在工作上 进行一个大的转型 是不是要带着夏天 回到自己蒙特利尔的老家 是不是要在山林当中 让夏天像孩子一样的生活 这时候我脑子里会惯性的 出来两个字 牺牲 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但谁知道呢 也许对夏克力来讲 这正是她对于幸福的想象 应该说呢 当爸爸也是需要理解和关爱的 所以我们的节目 也送一个礼物给爸爸 谢谢 中药 对 是中药的骗剂 你爱爸爸吗 你恨爸爸吗 你接受爸爸了 你还在跟爸爸冷战 要不要给爸爸一个拥抱 继续给他冰冷的背影 爸爸 儿子 儿子 爸爸 我想想 你也想想 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父亲沟通 就是我想 他也想 只是他 我能感觉他可能想跟我沟通的 只是他 确实不知道说什么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我爷爷 病床 卧床 五六年 七八年的时候 我父亲什么事情都不干了 专心地去照顾爷爷 感觉爸爸特别温暖 特别需要爸爸 感觉看不到爸爸不行 那种 但现在就是 我可以不看到他 但是我想跟他说话 我爱跟他聊天 然后他也会给我一些依靠 感觉有一个坚强的后盾 但我爸如果要 要劈我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就要跑 因为他经常 他可能会拿斧头 就是 一般都是拿那种 农村的那种扁担 然后撑扁担 那个很粗的那个叫 那个撑子 就打得会非常厉害 我选择的方式全部是对抗 所以我小时候 就会离家出走 然后离家出走 我觉得就 你跑不了 你出走几天 你就回来了 然后 然后我父亲就会对着你喝酒 然后你坐在他对面 他就会跟你讲 你去哪儿 你跑去哪里 你的骨头是我的 我的骨灰是你的 你跑不了 他的日记要写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妈妈 爸爸骂我了 可能爸爸今天好不喜欢我了 不要我了 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我就是感动 对不起他们 这样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 对吧 对我做得很大 在那次以后 我就 他把你态度就好多了 我爸说 你就是这个 你就是 你就是个包袱呀 家庭的包袱 你又不挣钱 你又 你现在还花钱 你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你不是家庭的包袱吗 当时我就崩溃了 就在那种状态 我直接就崩溃了 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年纪 和很开心的时候 就是在一起洗澡 这种记忆 可能应该是从他 三岁开始吧 到现在 比较少一些了 偶尔可能会有一次 然后我们在这个洗澡的时候 就会 互相地打牢嘛 然后 互相没有 这个抹肥皂 刷水 就会 就没那么多 好像目的 和一些东西 就会 可能更 沉浅和浓渡这个过程之中 一个生命就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你过更多的是 一种意外的惊喜 然后他每一天长大 你都在惊喜中 而且是完全 没法从容的 从容不了 然后会克制一些 看一些书 赶紧去学 怎么当一个父亲 怎么当一个母亲 怎么去教育他 然后真的是限抓 各种书去去看 去聊 去跟很多人去分享 怎么去做好一个父亲 他纵骨论惊 无礼门当时的 蹄字 对儿女满是溺爱 老爸养礼门 外人眼里是个斗士的他 为何内心 却充斥着焦虑 不关灯不能睡觉 这个反差很大 正经学者邱逸 和你好爸爸一起 破解爸爸的困局 东南卫视敬请期待 等我到五十岁 我要写点人生摆回 唱着自己内心的感受 骗着你们的眼泪 等我到六十岁 千半生涯半的紧追 虽然觉得自己还年轻 公车上去不安悲